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左边的摄像头我们是主要采取的红外测温以及人体的这个戴霉戴口罩细节的分析 然后在左边的摄像头呢是通过视频的高清马流的采集推送的咱们的这个监控平台上面 而在下面它这个360度的摄像头呢相当于结合我们的威压眼镜可以在巡检的过程中进行全系列的全景观看 这款摄像头它是传送的是高清马流4K和8K的视频流 所以必须得借助我们的大台观把视频传上它的印记指挥调度平台